想象请来了心理医生 看能不能打开小家伙的心扉 进步一番交流 心理医生发现问题 经过撞伤的 那么他肯定在他这个年龄段 他肯定会有一种极其不安全的感觉 有一种害怕 没有安全感 原来啊 想象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强 他的心里仿佛也戴着一个面具 害怕 没有安全感 面对别人异样的目光 更是感到孤独和迷茫 他特别寻求同龄人对他的一个认可认同 那么所以他看小朋友特别渴望 尤其看着对他没有排挤的小朋友 他更渴望 这也就能理解 相信为啥对所有来看望他的陌生人 都异常的亲密 小家伙其实啊 是在大家身上寻找安全感 因为他这么从七月发生事情到现在 身边很少有人跟他玩 而且妈妈把他带到家里 很少也带他出去 他渴望与外界沟通 那他就看到有人只要是可以主动跟我说话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好阿姨好叔叔 我会主动跟他去交流 那他这是一种渴望 说到香香最近的反常情绪呢 心理医生说那也是拜这个面具所赐 而且如果现在再不进行疏导 香香即便是面部恢复了 他也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这个头套是一种治疗的 那么戴上去会有一种痛苦 他把这个痛苦 对头套的痛苦 他这个没有办法去宣泄 这个对头套的仇恨 他把这个仇恨转件给他妈妈了 之前咱们看到 香香一直在跟妈妈发明 原来啊 他不是恨自己的妈妈 而是恨那个给他戴了无尽痛苦的面具 其实对于香香来说啊 身体的治疗呢 只是治疗的一部分 心灵的抚慰 对他来说其实更加重要 幸运的是呢 医生说 现在的香香 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孩子 您不信 看看这幅他画的画 他的画里面有色彩 而且色彩还是比较分明的 有绿色 绿色一般是代表生命 这个孩子还是满阳光的 大家好 我是谢谢大爷 谢谢你叔叔 谢谢阿姨 在记者即将离开的时候 香香突然说了一句 谢谢 还有这句话啊 说的人心里暖暖的 或许在一段时间里 香香都不会摘掉面具 或许在18岁之前 他还要经历无数次的手术 哎呀 说到这儿啊 真挺心疼这孩子 那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我想除了捐款和献爱心 还有一个做法 其实很简单 什么呢 就是平视 包容 哎 我想跟您说一声 如果有一天呢 香香呢 走到您面前了 请您不要用异样的目光打亮他 要尽量真诚的 善良的 和他打个招呼 好吧 我会听到我 我可以用银子 吃饭了 不要用银子 就会把我吃饭了 吃饭了 起来 吃饭了 吃饭了